我是爸爸妈妈 欢迎 在中国 其实我妈真的很辛苦 跟着女儿混 爽不爽 好吃 大家好 我是袁 今天我又过来更新视频了 在更新视频之前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最近我们店铺做清餐的德国货品 一个是德国制造的湿疤 这个是德版 小朋友的面霜 其实蛋也是可以用 它这个真的是 怎么说跟国内的完全是不一样 也就是三四多块钱人民币 之前我们都是卖七十多块钱的 虽然是有限 大家需要的话赶紧过来 还有德版的洗饱的 身体大人的小朋友都可以用 这个这么十百毫升 还有这个专门给开学的小朋友准备的 这个是蓝莓叶环树 还有一个专门 就是针对秋冬天剿裂的小绿瓶 各位姐妹们一定要试下 这个盘会真的很好 还有我们家的精油 这个精油系列 各位姐妹们 如果你想尝试一下德国百年老牌 有机品牌的精油的话 我们家的活动价一定不能错过 那待会我们会跟邻居一起去摘蘑菇 还有小牛也在 那这个视频的话有哭有笑的 其实这个视频 我是不想那个 发那个我们哭的视频的 因为我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 有快乐的东西 那光德哥他说 他说原来每个人不可能一直是快乐的 你已经把你的姐姐们 担成你自己的娘家 那你就要分享 其实你真实的一个感受 所以说希望大家看这个视频 可以多多给原点个赞 谢谢你们 多说一句我就是个卖货的 而且我绝对是不会卖假货 所以说大家放心吧 待会见 第一站呢我们订了亚龙湾那边的酒店 小朋友的娱乐活动还是蛮多的 这也是我老妈60多岁的人生第一次度假旅游 一开始说什么都不肯来 说什么浪费钱 我说你这个德国女婿啊 只会付钱给你度假 他不会给你现金的哈 那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酒店呢 只要是这边有很多小朋友的活动 这个呢就是我们订的房间 三个晚上两个房间 大概呢花了8000多块钱 可以啊可以啊来吗 YES 哦 YES Holiday style 我还不不不不 人家泡泡 人家泡泡 为什么 他要泡泡泡 他要泡泡泡 你怎么样泡泡泡 一转眼我妈就倒下直接睡了 工作实在太累了 这些永迷啊都是临时买了 我们家小侄女太可爱了 看得出来啊大家玩的都很开心 尤其是我们家的小侄女哦 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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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太太深了 吃什么 本来呢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可是后面发现 这简直就是关独哥的天堂啊 我怎么左看右看 他都是一个故意的呢 妈妈妈你看我呀 哈哈 Honey 可以吗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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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米饭咯 哇 这有肉 嗯 你给我一个水 你给我一个水 好久没有吃过这么有锅气的炒饭了 这个是什么 这是那个椒野玉米 玉米 椒米 清蒸的泡泡泡那边 好嘞 茄子 行茄子饱 我觉得看起来就入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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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吗 新鲜啊 老妈子新鲜可以吃哦 好吃 好吃 吃一只 再吃一只 阿妹吃得多轻 哈哈哈 阿妹慢慢吃一下 有很多的 新鲜吗 嗯 嗯 新鲜 新鲜 什么新鲜啊 新鲜啊 新鲜吃啊 哎哟 哎哟 另一只可以啊 加上一只鲨鱼 你看 新鲜鱼 嗯 新鲜鱼 好好吃 嗯 好好吃哦 哈哈哈 辣啊 这个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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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好 妈姐你用一杯吧 嗯 干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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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米饭 嗯 嗯 爸爸妈妈自己做饭出去吃 很爽是吗 很爽 妈妈 做饭之后你真的马上吃饭哦 我跟你说 跟着牛肉混爽不爽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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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饭 也蒸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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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觉得女郎 全场吃的最像就是我老爸了 关头哥已经都饱了 我妈慢慢吃 看嘛 我差不多了 好香 你过来拿 哎呦 哎呦 不贵啊 晚饭结束之后呢 我们去灌一下山场 我妈一边灌一边感叹 天这个山亚的物价实在太可怕了 这个在这个超市卖88块钱 88 慢的乖 对了 晚上呢 还有一些表演 我们呢 就赶着回去看 都是一些外国人在表演 反正呢 小朋友就特别喜欢这种热闹的东西 我爸就不用说了 只要是拍视频发朋友圈 有远到近 都要拍一下 早餐环节 我老妈看到这么多吃的 惊呆了 哎呦 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全部都是 全 皮蛋 烧牛粥 牛肉粥 什么粥都有 海鲜粥 吃蛋粥是吗 巧米粥 椰麦粥 白粥 巧米粥有什么来 巧米粥好吃 哎呦 没得要啊 给给给 给我拿好啊 够了够了 我们吃完整鸭 好吃吗 好吃吗 有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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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老大老这么多 你挺个年 我也挺一个 小姐 好不好吃 嗯 这个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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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哈哈 爸爸吃得这么漂亮啊 嗯 好 你都吃点啊 哈哈 奶奶 老奶 刚才挪巧克力都不觉得饱了 嗯 嗯 OK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 后面呢是我们两夫妻 痛哭的镜头 我真的不想放出来 哎 真的看到那个样子 哎呦 用我们家关头哥的话说 就是只要真心喜欢我们呢 他们会理解我的意思 我发现我哭起来真的好难看哦 而关头哥呢 他是真心替我哭 终于回国了 看到了父母啊 为什么你哭 在中国 嗯 因为 因为 你看到我父母吗 对 我爸爸妈妈 我爸爸妈妈很老 然后 不要 哎呀 哎呀 我们两个人就坐在房间里面 一直哭 哎呀 我就是 我看到好多留言啊 就说 就说我们 就是说我这父母不好啊干嘛的 然后我就跟关头哥说 然后关头哥 他说没有啊 可是我们真的很努力的了 哈啰 大家好我是约 我是关头 我欺负我爸爸和妈妈 她欺负我爸爸和妈妈 她欺负我爸爸和妈妈 真的太难了 爸爸弄你的机器 对 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是在那个 山药度假吧 昨天 发了一条视频 然后呢 就很多人就说 说那个 我对我爸爸妈妈不好 然后就 其实 其实我告诉我自己啊 我确实是很少时间去陪他们 人家真的 以前是真的真的很穷 我 我爸爸妈妈又是农产里头的 我妈妈又是农村的 可是 因为我妈妈是没有文化的 就是 就是那种小学毕业 你说那个时候 小学毕业 你怎么 你怎么找到什么好工作 所以我妈真的很辛苦 可是我妈妈又 可是我看得心疼 她就是 你这一辈子就是为我和我哥 为这个家 我真的不想活到像她的样子 可是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去阻止啊 真的没有办法去阻止 我能做到的 真的我是很尽力的啦 我真的很尽力的 我也帮我哥过来帮忙 然后呢 我妈的心愿我也帮她完成 可是有时候呢 她就是停不下来 我就希望她身体健康就可以了 其他我真的不设置 我说你做的那么累 如果说我们有房了 房也有啦 楼也有啦 在建楼 你还要什么东西 我爸就不一样了 我爸爸就是很高兴 当然 他就像你同样了 我真的不说这些